来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兄弟 不管你认不认 我都把你当我兄弟 我怎么能不认呢 我勾搬都来不及呀 兄弟 这西安城里面的小混混很多 那我们以后 就仰仗兄弟了 客气客气 兄弟 为啥你姓秦 你妹子姓马呀 表兄妹嘛 哦 我说呢 咋长得不像呢 吃菜 我觉得你们俩倒有点像 像吗 像吗 不像吧 我不是说你们俩长得像 我觉得 你们俩神太像 要不说咱俩有缘呢 越说越近了 来 兄弟 再干一杯 来 来 吃菜 吃菜 别动 你们俩都是左撇子 刚才我咋没发现呢 我左右手开工 右手也行啊 我也是 右手也行 真是千里有缘来相会 我平时不大喝酒 今天我也煮的喝一杯 来 咱们一起干 好 好 来来兄弟 倒上 来 干 干 干 姐 你可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一个人去西安来了 西安有啥可怕的 人家不怕我就行了 姐 我觉得你还是别去西安抱她 那个什么兴奴的了 咱个人都坐了 还怕她啥呀 是吗 姐 这个不行啊 除非你把军火还给她 真不行 军火绝对不可能还给她 直接给金砖 她肯定不要 董秋实喜欢字画 我想花高价 买副字画送给她 你就是买着字画送给人家 人家一样恨你啊 我没想那么多 这样我心里就舒服了些 不行 要去我陪你去 你不能一个人去 姐啥风浪没见过 你还有啥不放心的 我就是不放心 请想想哪个影闲闲 那 不许唱陕北的歌 你咋还能陕北剪纸呢 全死了 西安就没有剪纸了 马明令同志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陕北明歌 陕北剪纸 还有啥陕北小米 有关陕北的一切 你必须全都忘了 要像西安人一样 生活说话 习惯了吗 习惯了会掉脑袋的 收下 走 我在陕北的时候 咋没发现你是左撇子呢 早点睡吧 我觉得你们俩倒是有点像 像吗 像 不像吧 你们俩都是左撇子 刚才我咋没发现呢 我左右手开弓 右手也行啊 我也是 右手也行 银行 淘滿了 还是 我们再去 甚至 该很是 东西 再压走 你怎么在这儿啊 怎么我走到哪儿 你跟到哪儿啊 我 你不能一个人去西安 你担心我有不测呀 是放不下心 你的好心我领了 西安想吃我肉的人 还没生出来呢 我双枪都装满了子弹 我还保护不了我自己啊 再说了 我进城肯定是女扮男装 我又不惹是生非 担心啥呀 我 行了 过几天啊我就回来了 弟兄们已经备好了马车在等我 我走了 对了队长 田玉鸣没跟你来信啊 这小子在成都过着神仙的日子 早把咱们给忘了 你 他把我能忘了情有可原 他怎么能把队长宁给忘了 你也对他有恩的 就是 哎呀 现在人情淡薄 我这个人做好事不求回报 他只要能过得好就行了 你们说 是不是 还是队长宁二吧 就是 就是 哎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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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错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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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子 我给你报仇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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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羽 珍珠 翠翠快进来呀 来了 来啦 大爷 您这是第一次来我们这遗传院吧 我跑了很多地方 花了不少银子 可人哪 不逍遥 哎呀 大爷 那您这次来我们这儿 就来对了 我们这儿的姑娘啊 保证让你逍遥的神魂颠倒 你看 这可是我们的头牌 我听说 你们这儿有个叫麻子的嫖客 经常到这儿来 我想 能把土匪伺候的周到的姑娘 手段一定是很高明的 我这个人哪 就喜欢手段高明的姑娘 我今天特意到你们这儿来 就是想找伺候过麻子的姑娘 哪位是伺候过麻子的姑娘啊 她伺候过 来 过来 快来快来 你伺候过麻子吗 是 谢谢 谢谢 大爷 我也伺候过她 你也伺候过麻子 来 拿着 谢谢大爷 你们两个 都伺候过麻子吗 麻子没有看上我 也没看上我 没有看上他们 好 那 你们也过来 快点 麻子没看上你们 但你们两个人啊 还挺诚实的 来 也奖赏你们俩 拿着 谢谢大爷 谢谢 你们俩都出去吧 把门给我关上 把门给我关上 大爷 那您就好好享福啊 老宝 你别走 我 我是老太婆呀 我要让你看着我们 我的 不许喊 谁再喊 就打死你 大爷 大爷 您就饶了我们吧 我跟你无冤无仇的 你们杀了麻子 我就跟你们结了仇 你们说 是谁杀死麻子的 不 不是我 不是我 是警察打死他的 警察 警察怎么知道麻子是土匪 是麻子他自己说的 是谁告诉警察的 不是我 是你告诉他对不对 大爷 大爷 我也是没有办法 要不他们把我这个检验过灭了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老子真想一枪把你崩了 大爷 大爷 我也是没有办法 都是因为我这张臭嘴 我自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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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劲打 我打 使劲打 今天这事 你们这几张臭嘴 要是敢说出去 就真的毙了你们 我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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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 是哪个警察杀了麻子的 哦 金 金队长 金队长 他叫啥名字 金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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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咱们的便宜 已经跟走他两三天了 说话是闪杯口言 听好了 不到万五都已不要开枪 是 抓活他 是 是 去 老黄 有警察跟踪我 开开开 开开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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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藏起来 快 怎么不见了 他不可能飞了吧 你也不见了 弟兄们 你们到前面 把每家店铺挨个给我搜一遍 去 是 走 话说 当日临冲正闲走间 突然背后有人叫 回头看时 却认得是九生李小二 九生李小二 当初在东京时 多得临冲勘顾 金队长 不对不对 兄弟 读书读得入迷啊 闲时乱翻书 你看 这张写得精彩 说的是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兄弟 今天又碰到我这儿来啊 旋逻的时候 正好路过你这儿 就顺便进来看看 行 来来来 坐 我给你沏杯茶 不用客气 不用客气 难得来一趟 来来来 兄弟 这院子住得咋样 还可以 好 如果不好的话 我可以重新帮你找一家 保证便宜 兄弟 这你不知道 你看 这儿临街热闹 好做生意啊 听你这话 住得还是不太舒服嘛 出门在外 不抢就这些了 咱俩既然是兄弟了 你还这么客气 走 带我去看看 兄弟 实不相瞒 屋子很破 就等个风雨 没啥可看的 你看 我哪能让我兄弟受委屈啊 你一定要带我看看 走 行 来 走 这院子还不错嘛 没你说的那么破 哎 见笑了 见笑了 那是我的房间 来 请 来 这边 兄弟 你这院子打扫得还挺干净啊 都是我表妹做的 那是我表妹的房间 哦 来 那是我表妹的房间 有 兄弟 你这书可真够多的 难怪你这么有学问呢 不是说了吗 闲时乱翻书嘛 原来学问都是乱翻书得来的 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 读书其实 就是在有为和无为之间的事情 这柜子里面也都是书啊 对 好 好 好 你表妹的房间怎么样 这个房间呢 本来是给她的 但是她选小 我就把稍大那个给她了 你对你表妹可真够好呢 那有啥可说的 自己的妹子嘛 带我看看去 行啊 来 这边 好 明明 有客人来了 你咋来了 妹子 挺有雅兴的嘛 一个人在家还练练书法 这幅字画挺好看的 谁的 我能看看吗 能 这会儿不错啊 这会儿不错啊 倒杯水 淋磨的呀 这家具可都是老于墓的吧 好 好 好 兄弟 你对你妹子不错啊 这么大个房间 都让你妹子一人住啊 金队长 喝点茶 好好好 谢谢 这炕喊得不错 这炕够宽敞 睡觉肯定舒服 睡觉肯定舒服 没打 这下面咋没有火口啊 冬天睡觉老吧 火口 在屋子外面 我说呢 咋没看见火口呢 好 这水 水没漏下来吧 好 我来 兄弟 兄弟 实在对不住啊 把你妹子的炕给弄事了 没事 没事 让我妹子收拾吧 咱们到前面去 好好好 妹子 对不住啊 没事 没事 兄弟 要不咱们到前面喝点茶 行 我先上个厕所 好 行 好 好 老王 你忍着点啊 警察还没走 嗯 对了 兄弟 昨儿都忘了问你了 老家啥地方呢 三元 咋想到跑到西安来开自画店呢 这不秃子头上的狮子明摆着吗 西安有钱的人多呀 父母还都好吧 都走了 恕我冒昧啊 没关系 谁都有这一天迟早的事情 兄弟当警察风里雨里的 很累 很辛苦吧 这个咋说呢 如果当个好警察 那肯定是苦和累了 但是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那也很好混饭吃啊 是 只不过如今哪 混饭吃的人太多了 真正干实事的人 是越来越少了 兄弟一看就是好警察 好坏不敢说 但我绝对对得起那点银子 对得起百姓 对得起父母 看来兄弟是个大孝子啊 做事情把父母都放在心里边 不孝敬父母啊 猪狗不如 这话太对了 来 兄弟 我一茶代酒 敬你一杯 这父母听见 那得多高兴啊 还得巡逻去 走了 下次再来 那我就不久留了 好 兄弟有空常来啊 好嘞 我里外的搜查遍了 没见着逃犯啊 你要不早知道 开枪打死他算了 也许他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啊 他会跑到哪儿去呢 金队长 你还想抓第二个田育民啊 难哪 共产党里面像田育民这样的人 太少太少了 走了 老王董事 辛苦了 走 老王 估计现在 警察肯定在各个城门口 都等着你呢 我建议啊 还是天黑以后才走了 不行 我们刚刚见了起来的联络站 千万不能有啥闪失 刚才警察对你已经有所怀疑 我就不能来找你了 有事儿 我会在前门的柱子上 用粉笔画个圈 到时咱们在城桥根见面 也好 那行 路上小心 好 来我送你 好 金队长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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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坤 别让老子再见到你 明明 你先照看着店 我去趟董家 我看你是想去找那个董淼淼吧 你说啥 啥董淼淼 你又开始抬抗 你忘了马部长怎么交代我们的 我去董家 那是想探人下董秋实的底 看他知不知道 是黑龙潭抢了他的军火 再说 董秋实拿那么多军火 他打算出手卖给谁啊 他是生意人 不会那么容易跟你说实话的 一回声脸回首 接触多了就好了 我对董秋实还是挺有信心的 上次我在城荒庙 见他被日本鬼子的特工绑架 很有中国人的骨气 放心吧 我先走了 先生您看啊 我们这儿的东西保证是货真价实的 绝对是货真价实的 您就放心吧 那好吧 我再看看吧 你慢走啊先生 下回再见啊 好嘞 老板 贵店有张旭的字画吗 不瞒您说 小店还从来没见过如此珍贵的字画 先生 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您这样买字画的 那咋要买 秦元 请坐吧 好 先生博学啊 这么多书 白白样子罢了 太谦虚了 比我有学问的人大有人在 你看 现在这么多的学校准备难迁 这么多的教授学者 学问比不上鬼子的刺刀啊 年轻人 你说现在是需要学问呢 还是需要刺刀的 现在当然是需要刺刀了 可是将来还是需要学问的 我爸的工厂都被鬼子的飞机给炸了 我听说了 假如 我还能年轻二十岁的话 爸 你肯定上战场了 会长 从你看我的眼神里 我知道你想说啥 是吗 您肯定想说 我这么年纪轻轻的 不上战场打鬼子 反而跑到西安来做生意了 人该有志嘛 况且做生意 也不能证明不爱国嘛 先生 我想买幅画 您先坐 您先喝杯茶 姑娘 茶就不用到了 把你们镇殿的画拿来给我看看 好 您等等 啥 你要进秦岭去收购字画 对啊 有的时候啊 一些好的字画 是藏在普通老百姓家里 或者是他们祖辈上传下来的 只是他们不识货而已 可不敢去 黑龙坛有土匪 土匪 前些日子他们 董会长 年轻人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以后啊 你就叫我先生 我呢 叫你年轻人 对 谢谢先生的提醒 这几幅画都挺有名的 您先看看 哦 这个 其他的我就不要了 我要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 那就是赵昌的写生信花 您先看看 赵昌是哪个年代的画家 被送的 这幅画是真的还是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多少钱 至少一块金砖 啥 这幅画要一块金砖 先生 画无价呀 要不是兵荒马乱 二十块金砖也不一定能拿到手 好 我要了 姑娘 把它包好吧 你真要了 难不成 你怀疑我的金砖是假的 那好 我给你包上 好 年轻人 既然你已经认得了我们家门 希望你以后常来 我们也可以好好地谈论谈论字话 好的好的 以后免不了要打扰董老板 好 没关系 好 告辞 慢走 好 一个雁品 卖了人家一块金砖 你疯了 我当时也没有想要卖 所以随口就说了要一块金砖 能有这么好的事情 我想一块金砖可以买多少药品啊 这么好的事情 怎么能落到我们头上呢 大不了他来找我还给他嘛 哪有这么简单啊 还个金砖就没事了 那倒好了 我还那金砖他还能咋样 你不动脑子想想 他能够用一块金砖 来买字画 他不是有势力就是有后台啊 他万一查出那话是假的 把咱们的店铺给砸了怎么办 咱这不是店铺 是零落战 也许他不识货呢 他万一拾货呢 也许他给自己家买的呢 行了 别给自己找理由了 我问你 买字画的人长得啥样子 那个男人 长得挺秀气的 男人长得挺秀气 对了 他说好的声音有点像女人 声音像女人 可是 他将金砖拍到柜台上的时候 却可男人气 你把我都说糊涂了 我说的都是实话 行了 先不管那么多了 这样 赶紧去把咱们所有能引起怀疑的东西 全部藏起来 好 走 走 把钱给我 也不给 我告诉你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啥 把钱拿来 归我保管 好好好 我待会儿就藏进来好不好 别要了 别要了 我告诉你啊 这件事情绝不能用枪来解决 我知道 也许是咱们自己吓自己吧 咱们这种工作啊 就算长十八个心眼都不够用 还是小心点 好 把枪藏进来 你是谁 你想干啥 是你 董老板 董老板 你是不是想让人来抓我 当然是抓你了 既然我敢送上门来 还害怕抓吗 董老板 我是来报答你的 报答我 你不是喜欢字画吗 来 你看看 这是我送给你的字画 宋朝的 你的意思 送我字画 就不还我军火了 没有字画 也不会还你军火的 这幅画我不要 你把它拿走 董老板 我可是诚心诚意送给你的 我说不要就不要 你是不是嫌是土匪送的 算你还有自知之明吧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幅画 我是花一块金砖买来的 刚刚买来 你不相信 我告诉你 你就是用十块金砖买的 我也不要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是吧 这是我自己心甘情愿 也是黑龙潭弟兄们的一点心意 也是我的歉意 要不 我的良心永远得不到安宁 抢了我的军火你不得安宁 送一幅字画你就安宁了 我说过了我欠你的 你说你干嘛吧 你今晚吩咐 上刀山下火海 你还带着枪吧 土匪不带枪带啥呀 到西安来你又想抢啥 我 我带着它就是为了保护我自己 把这东西给我拿走 我既然送了 就不会再拿走的 你要也得要 不要也得要 岂有此理 董老板 这就叫秀才遇到兵 有理也说不清 我不是秀才 难道还怕你这个兵不成 好吧 董老板 这幅画你打开看完了 我就走 我说过我不看 那我就不走 那好啊 那你就等到天亮吧 董老板 你不要逼我 你非打开不行 我说不打开就不打开 我真想 一枪崩了我是吧 没错 如果我不是因为欠你的话 我这枪早就响了 我告诉你 我虽然不是土匪 但我从不怕枪 更不怕丢我这条命 你把这话给我拿走 我非要你看不可 我非要你看不可 你看哪你 你睁开眼睛看哪 我知道你不愿意要土匪的东西 你嫌土匪的东西脏是吧 我告诉你这幅画 我是花一块金砖买来的 今后 你还有啥需要我的话 你尽管到黑龙潭去 我田彩侠要说半个不在 你立马可以把我碎尸万段 我走了 等一下 你是怎么进来的 土匪吗 鸡鸣狗盗呗 你不用再翻墙了 从大门出去 我会叫人关门的 告辞了 你等等 田彩侠 你等等 咋了 这幅画送到你心上了 我问你 这幅画你真的是用一块金砖买来的 谁骗你 谁是孙子 这是幅验品 验品你不懂 假的 没错 是假的 这真是假的 我难得还哄你不成 一块金砖还像买北宋赵昌的 天才侠 我本来还以为你多仗义 可是没想到 你不但会抢 而且还会骗人 董老板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骗你 走 走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 走 回来 走 走 走